大家还记得耿直女星张雨琪吗 作为新女郎出道的她 从长江七号到美人鱼都出色地完成了对角色形象的塑造 张雨琪在娱乐圈待了14年 一路上起起伏伏 30多岁的张雨琪在演艺界算是一个有一定资历的女星演员 张雨琪除了在娱乐圈有一定的资历外 她的感情生活也非常精彩 今年33岁的张雨琪已经拥有过两段失败的婚姻 前夫分别是导演王全安与商人员巴原 张雨琪的两段婚姻都属于闪婚 与两人丈夫的感情大戏 看了笔八点到电视剧 性格火爆的张雨琪不是人男人的角色 老公不老实那她就换老公 这让张雨琪在网友的眼中留下了彪悍的印象 前段时间因为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选秀节目 张雨琪再次被大众关注 她以前的两段失败的婚姻也再一次被人们提起 张雨琪的第一段欢迎老公是导演王全安 当时俩人无论是外貌还是年龄都不被网友看好 甚至被网友嘲讽双方互有所图 果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张雨琪与王全安的婚姻只维持了一年 两人便已离婚收场 当时王全安在外循花为柳被装 张雨琪也陪前夫一起度过了难关 直到王全安事件过去半年后 张雨琪才官宣与王全安离婚 张雨琪曾表示自己感谢王全安教会自己如何欣赏电影 开拓自己的眼界 她特别信心该干的都干了 比如说王全安带她去了北极 还去了西班牙 曾经人生从未体验过的生活 对于王全安的才华 她一直都是比较欣赏的 张雨琪的第二段婚姻 老公是商人原发员 两年的时间 两人将相识生死的程序都走完了 之后匆匆离婚收场 两人当初有多甜蜜 离婚的时候闹得就有多僵 从线下打到医院 再到网络上大战 二人离婚的大戏闹得沸沸扬扬 后来张雨琪提起原发员 她表示两人对待婚姻的态度 类似于过家家的游戏 虽然张雨琪的感情声握比普通人功夫许多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也学会了放下 现在的张雨琪 应有法国的性格 与不凡的气度 难怪备受观众喜爱